在杭州红星梅凯隆世博家居生活商场二楼 有家贝凡家居 销售青少年家居 9月18号 周女士订购了两张床 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 总价是三万块钱 周女士说 家居都是标准款 不是定制的 价格实际上是两万八千八百块钱 她让店长改了价格并签字 当天她支付了一万八千八百块 第二天就后悔了 那各方面原因综合起来考虑觉得不太合适 那么我就提出来要退货 那么店家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再考虑一下 他说你考虑慎重考虑一下 如果还要退的话 我还是会给你退的 那么我又考虑了两天 我再给他打出电话 我说我决定还是要退 那他说要扣20%的违约金呢 订货单上标注了 订货方中途无故退货 需向供货方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最低为货款的20% 按这么算 违约金是5760块钱 周女士说 他跟对方协商后 又改成扣货款的10% 就是2880块钱 因为商场有这个规定的 商场是有30天 无理由退货的 对吧 那我在你这个商场买东西 我肯定是信任这个商场的 是不是 有保障我才来买的 至于说你说单子后面几行小字 那哪个顾客能做到那么仔细 去核对每个小字 而且我当时带着孩子来 干着要回去上课的情况下 对对对 所以我在这里要提醒广大消费者 任何商场的这些有些宣传 还是要慎重考虑 尤其是买家具这种搭建物品 对我们是有服务程度 但是的话我们前提的话呢 是要商场进行统一收银 就是客户把货款交进我们商场 除非卖家他跟我说明说 如果你钱付到我这 那你享受不了商场的 这个其他服务的 在商场的收银台 的确注明了有30天 无理由退货的服务 不过上面用更大的字写着 付款到商场风险有保障 我确实是做错了 那商场罚单也给我开了 因为我们商务师收银 他们是有惩罚措施的 我承担的 我们店承担的商场的罚金 要比它的违约金其实还要多 基本上我们客户就集中在 周末外节假日 那么姐姐可能当时觉得 在我们店待的时间不长 那我们刚刚我们同事也说了 待的时间对我们接待顾客 时长是有一些时长的 那我肯定会损失到一部分顾客 高店长说 家具价格最低3万块钱 给周女士的价格是后改的 无法录入商场系统 当时也口头告知了 不能参加商场活动 你跟我讲的十一活动 是指商场有赠从什么 卤胶枕啊 一些奖品敲个什么金蛋啊 不能享受 这些我是不要的 我说这种小礼品我不要的 那商场30天的无理由退货 并不是十一的活动 它是一直以来一贯的服务 周女士认为 商家订货单上的条款 和商场30天无理由退货的服务 发生了冲突 你觉得呢 我已经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了 这个东西就刚刚这里 事情要解决的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我问你一句 到底应该参照你们商场统一的标准 还是应该参照他的标准 那总有一个标有 总有标有低了 肯定是根据我们商场的标准来 商场的话呢 它是门店也是聚托于商场之内 我们是有罚款的一个有补充协议 它上面的话是三千 贝凡家居给出的方案是 扣货款的10% 或者周女士购买订单中任意一件家具 都被周女士拒绝了 她要求照商场30天无理由退货来处理 不过因为签字的时候没有注意条款 她愿意承担200块钱 后来周女士反馈 经商场协调要扣500块钱 双方还是没能达成一致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刷三千费